大家好,欢迎来到仰望美食,我是T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蒸鼻气,也叫蒸马蹄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把鼻气洗干净 因为鼻气生长在泥里,所以可以用小刷子把上面的泥污清洗干净 如果担心洗不干净,可以多洗几遍 也可以在水中撒一些面粉和清洗 看,洗干净了 马蹄非常有营养 自古以来,中医就把马蹄入药 可以清热解毒 我用的是蒸箱,直接蒸20分钟 如果用普通蒸锅,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 蒸好了 注意不要烫到 我们切开一个,看一看 蒸熟或煮熟的马蹄 它的肉质像白玉一样 非常的漂亮 然后把皮包掉 然后把皮包掉 一定要小心不要切到手 马蹄的肉质非常的脆 销好了 非常的好吃 尝一尝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仰望美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